紧一之下回到后院的路易 原本想要静止走向卧房的脚步 在听到路横路声房间那欢声笑语之时 立马掉转了步伐 光顾这逗两个小孩玩的惊吓 毁然没有察觉到路易的到来 这让向来习惯惊吓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路易 心里多少难免有些不适 可都是自己的妻儿 能怎么办呢 在玩什么呢 被忽视的路易主动凑上前开口 大人你忙好啦 惊吓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 真的就只是一眼 又将注意力转移到两个小家伙身上去了 好不好玩 挥着之前路易陪他上街买的波浪鼓不算 惊吓还握着路声软呼呼的小手一起玩着 才刚刚满月没几天的路生自然领会 不来惊吓的问话 只是仿若马寒星辰的眼睛 滴溜溜盯着自己娘亲惊吓看 看着波浪鼓上面那熟悉的图案 行了 他还这么小 听不懂你说的话 你就少耍宝了 路易才不会承认自己语气中的酸意呢 惊吓抬头望了一眼他 有思思不解 这话怎么有些算未在的 该不会是心情不好吧 算了 儿子固然重要 父亲的心情也还是要照顾的 大人 齐王离开了 嗯 你起来了怎么不来找我 要知道以前的惊吓虽然起得晚 每次一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找路易 亏得自己方才还以为他没起来 谁说我没有找你的 只不过是知道大人在招待客人呀 我怎么好意思打扰的 事实上 早上醒来的惊吓走出房门问的第一句也是大人呢 路易有些不相信 似的看着他 可是齐王又对大人说什么了 惊吓试探的问他 路易想了想齐王说的那些话 还有朝堂上那些让人心烦的事情 明天自己的春节假期就结束了 路易还是希望可以多多陪陪他 没什么 今日阳光还不错 要不要到外面走走 算了吧 外面还是风大的 狠儿和生儿还这么小 等长大一些吧 惊吓摇了摇头 被回绝的路易 一时之间有些语色 他本想问的是他原惊吓 他从前面的被铲载到月子期间 就没怎么出去活动过 这好不容易在自己还有假期的时候 可以带他逛逛 怎么还就扯上两个孩子了呢 私存片刻 路易终时开口 明日我就要当职了 言外之意就是 真的不用我陪着出去逛逛的话 后面就难得有时间了 奈何 路夫人惊吓根本没有领会到路大人的意思 嗯 这天寒地冻的 大人在外辛苦了 还未等再度被掖住的路易接话 胸口有些长疼的惊吓 一边解衣衫开始准备给孩子喂奶 大人有事就先去忙吧 我这边有乐陪着 没事的 要帮忙吗 路易答非所问的开口 啊 帮忙 惊吓反应一下 才转口不用的 我自己可以 有了之前第一次喂奶被路易撞到的尴尬 还有他那些没脸没皮的调侃 次数多了之后 惊吓虽说放开了些 到底也有一些不自在 眼前的人 小脸一如既往的红扑扑 他怀中可是自己的骨血 路易没有在调侃他 却也没有离开 而是在一旁陪着陆横玩 如今还是春节期间 朝堂上会有不少的应酬 这几日你不用等我 困了就早些休息 早些年朝堂的歌诗应酬都是付起路挺参加 路易都是能推则推掉 旁人也不敢多说什么 如今 路易是陆府的一家之主 情况自然不一样了 免不了会有应酬 不想这个傻丫头空等自己 路易提前报备着 大人是说公宴吗 公宴一般都允许带家属的 先前路易也带着惊吓参加过公宴 只不过如今的惊吓多少有些不便 不是 是满朝文五百官的设宴 公宴要等元宵节了 到时再带你去 那公宴我能不能不去 不去 路易也有思不解 故意带着笑意的回他 也不知道先前是谁说公宴中都是好东西 一定要吃个够的了 大人你又笑话我 公宴持续时间那么久 我每天都要喂奶的 是我思虑不周全了 夫人喜欢吃的 就算你不去 我给你带回来便是 路易就是在细心 也是没有考虑到这层 那个上蹿下跳的姑娘 如今已是自己孩子的娘亲了 这个转变 路易竟还未习惯过来 公宴都会带家卷的 要是大人一人前往 不会招人笑话吧 今夏有些担忧 不会 他们只会羡慕我家夫人不用应酬 不能说笑话 但说法肯定是会有的 只是对外事路 阎王的路易 岂是在乎他人看法之人